这天,小五正在家里吃饭,忽然接到了千任雪打来的电话。 你好呀,千任雪,有什么事吗? 小五,我刚刚收到消息,樱花小镇快要发生地震了,你快点离开小镇,来五魂殿躲避一下。 真的吗?千任雪谢谢你告诉我,我马上就去五魂殿。 小咪,我们快离开樱花小镇。 这里马上就要地震了。 不好,已经开始了,稀土稀土,我现在急需喷气背包。 不好意思小五姐,由于红色能量不足,无法使用喷气背包。 怎么回事,总是关键时刻就没有喷气背包,等一下地震会越来越强烈。 我该怎么办,五魂殿那么远,我也没办法跑着去啊。 这时,远处驶来一辆车。 司机先生,你可以载我一程吗? 谁知,司机就像没听见一样,头也不回就开走了。 又过来了一辆车,小五又追了过去,可是这个司机依然没有给小五停车。 就这样,小五看着一辆辆车从他面前驶过,却没有一辆肯停下帮他。 小五只能在路上不停地奔跑,就在这时,忽然一阵强烈的地震来袭,小五摔倒扭伤了脚。 难道现在,真的已经没有人喜欢我了吗?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帮助我? 喷气背包也没有,能量也没有,车也搭不到,手机也摔坏了,现在连脚都扭伤了。 难道我真的要BBQ了吗?我该怎么办啊? 这天,小五灵和小梧桐正在家里看动画片,电视里忽然插播了一条紧急新闻。 紧急通知,樱花小镇旁边的火山即将喷发,请小镇的居民马上撤离,马上撤离。 天哪,火山要喷洒了,小梧桐,我们快点离开樱花小镇。 哥哥,我们要去哪里啊? 我们去星斗大森林,找小五妈妈和唐三爸爸,到了那里,我们就安全了。 可是,星斗大森林太远了,而且还下着大雨,我们根本跑不到啊。 对了,我想起爸爸妈妈曾经说过,遇到困难的时候,可以请系统出来帮我们。 呼叫系统,系统快出来。 小主人,我来了。 请你帮我们开启传送,我们要去星斗大森林。 不好意思小主人,由于红色能量不足,无法开启传送。 为什么?以前的能量不是很冲突吗? 因为你们在樱花小镇上已经没有朋友了,没有人喜欢你们,所以就没有能量了。 难道我们真的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吗?没有一个人愿意离我们吗? 糟糕,雨越来越大了。 小巫童你看,前面来了一辆车。 司机叔叔,可以带我们一程吗? 怎么回事,他是没有听到吗? 阿姨,能带我们离开樱花小镇吗? 你好,求求你带我们一程吗? 不要走,请帮帮我们吧。 小武林和小巫童在大雨里不停地向过往的车辆求助,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停下帮他们。 为什么会这样呢? 好伤心啊,难道真的没有人喜欢我们了吗? 爸爸妈妈都不在,红色能量也没有,车也搭不到,我们该怎么办啊? 爸爸妈妈,快回来救救我们啊。 救命啊! 三哥,你要干什么?这里很危险,你不要逼我。 小巫,赶快把你的魂骨交出来,千任雪受伤了。 我要拿你的魂骨去给千任雪疗伤。 三哥,难道你不知道失去魂骨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? 你居然提出这种要求。 臭小巫,你没得选,这里可是火山,你无处可逃。 千任雪是我最在乎的人,至于你,可有可恶而已。 三哥,你以前不是说只爱我一个人吗? 如果没有了魂骨,我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。 我现在告诉你,你的死魔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,我心里只有千任雪。 不要再废话,交出魂骨,我就放了你,否则我就拿你寄火山。 唐三,你这个渣男,我今天终于看清楚了你的真面目。 我死都不会把魂骨交给你的,你不要痴心妄想了。 那你就别怪我不仁不义了。 这个臭兔子还真以为我是他的三哥啊。 这下他再也回不了樱花小镇了。 我这就去告诉唐三小五走了,不要他了,再也不回来了。 以后唐三就是我一个人的了。 谁敢发红色能量和狗头告诉唐三? 我就把他的手机砸烂,我千任雪说到做到。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? 为什么大家都针对我? 比比东千任雪陷害我,三哥抛弃我? 小镇的居民不喜欢我,不给我红色能量,我为什么这么惨? 现在更是掉进了深不见底的火山底部,没有人会来救我。 难道我真的要在这里自生自灭了吗? 吵死了,是谁敢在我的地盘哭哭啼啼,打扰我修炼,我去看看是哪个人吃了雄心豹子胆。 那里怎么有个女人? 你是谁? 为什么在我的地盘? 你不知道这里是禁地,不允许任何人踏入吗? 我看你应该是樱花小镇的人,我最讨厌的就是樱花小镇的人,你快给我滚出去。 大哥,我是被人从上面推下来的,我的腿摔断了没法走路,我出不去。 什么?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么恶毒的人,把人往火山里面推,这就是想要你的命啊。 妹子你放心,我送你出去,我火山之神眼里揉不得沙子,我替你去收拾这个坏人。 这里有一条跑酷,只要通过了这条跑酷,就可以到达樱花小镇,你就安全了。 大哥,谢谢你,你是这座火山的守护神吗? 我不仅是火山之神,我曾经还是樱花小镇的守护者,因为受了伤需要红色能量疗伤,所以才来到了火山,这里有很多我需要的能量。 等你的伤好了,欢迎你回到樱花小镇继续当守护者,大家一定都会热烈欢迎你的。 到底是谁把你推下火山的? 是唐三,他是一个渣男,口口声声说说爱我,却又为了别的女人想要我的命。 我最看不上的就是这种人,你放心,我一定会替你好好收拾他。 大哥谢谢你,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的人,我有很多好朋友,都可以给你能量,你的伤可以恢复得更快。 朋友们,如果你们也想和小五一起玩,就点击下载左下角的二三三乐园吧,这里有超多好玩的小游戏等着你来玩,进入二三三乐园搜索樱花校园模拟器,就可以和我一起在樱花小镇玩耍了,等你们哦。 我先把你送到医院,然后就去找那个叫唐三的算账。 小巫童,你在房间躲着,千万不要出去,恶魔小丑要来了,如果被他抓到,他会吸光我们的欧气,然后把我们抓到马戏团区跳火圈,而且他最喜欢吸的就是小孩子的欧气,所以你一定要躲好,不要出去。 妈妈,我好害怕,我不想被吸欧气,我也不想去跳火圈。 恶魔小丑已经在我们家门口了,小巫童,你千万不要发出声音,我去把小丑引开,否则他会闯进我们家。 你记住,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,你都不要出去。 你不要跑啊,我已经闻到了美味欧气的味道,快让我品尝一下。 你不要追我,我已经十年没有洗过澡了,从里到外都是臭的,一点也不好吃。 没关系,我就喜欢臭豆腐一样的人,闻着臭,吃着香。 糟糕了,我的手机怎么没电了,没法联系上三哥。 不过,只要有足够多的狗头能量,三哥就能感应到我们遇到了危险。 三哥三哥,你快来救我们啊。 再晚,我和小巫童就要被抓去跳火圈了。 怎么办啊,我好累,我快跑不动了。 哈哈哈哈,居然把自己摔晕了,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。 我先把你关在这里,你的孩子肯定会来找你的。 到时候我就把你们一起抓了,可以饱餐一顿了。 哈哈哈哈,我可真是太聪明了。 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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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 怎么办,我要想办法通知三哥来救我们,不能让恶魔小丑得逞。 一定要快点让三哥感应到我的狗头能量,快点来救我和小巫童。 小巫小巫,你快别修炼了。 蓉蓉,什么事情这么着急。 刚刚收到了樱花小镇传来的唐三的视频,唐三看上去不太好,你快去看看吧。 三哥的儿童节,怎么过得这么不开心,为什么吃的西瓜都要被欺负? 欺负三哥的都是什么人? 居然趁我在星斗大森林修炼的时候欺负唐三,这些人是不把我流鼓媚兔放在眼里啊。 而且,今天是六一儿童节,本应该是所有人都快乐的日子。 为什么三哥这么难过?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。 欺负我的三哥就是欺负我,我现在就要挡回樱花小镇去找他们算账。 这些欺负过三哥的人,和看着三哥被欺负,却不伸出援手送他能量的人,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 三哥每天辛辛苦苦地保护他们,却受到这样的待遇,简直是天理难容。 曾经樱花小镇的人都是那么善良,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样? 这个小镇还值得我们守护吗? 我要回去好好守护我的三哥,给他一个快乐的六一,安慰他受伤的心灵。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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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